星星的星期 Wow 大家好 我是李明洲 今天我會分享一下我的創作經驗 然後簡單介紹一下我的那個怎麼樣到現在的位置 然後最後我會介紹一下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項計畫是小巷計畫 這個會跟以往我的作品會有比較大的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是以前的繪畫比較像是在表達我這樣子去觀察以後 然後反省以後創造出來的屬於我自己的繪畫語言 那小巷計畫是比較像是直接反射 然後這個目前是我的大學的作品 在那個時代像我們看到這個作品的名字是好甜蜜的槍暴 我是在講一個觀念是我們在面對這個時代充滿了各種的誘惑 其實我們是要如果說我們要去享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那個時候的感覺是有點像是被強暴的感覺 轉換成那個感覺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在使用那些昂貴的LV包 或是說男生開著很昂貴的車子 可是他必須每個月很辛苦的在付那些貸款 然後甚至於整個生命只是在為那件事情做努力 當然這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在那個當時的我 是覺得不怎麼愉快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我在當完兵以後 在累積了兩年的那個能量以後 突然覺得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其實活得很愉快 那種愉快的是 就是我感覺到我們事實上是生活在一個天堂裡面 對我來講在這個宇宙 地球是很少很少見的一個可以看到這麼多的美麗景色的地方 最近前兩年才發現另外一顆星球是有水的行星 在一千光年以外左右 所以在那麼大的空間裡面 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很不容易的地方 然後我們有擁有宇宙裡面最珍貴的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感官 有感官有智慧可以思考 那再這麼多 這樣子的 我自己感覺說 是不是在天堂裡面 完全是在一念之間 怎麼樣去享受 人 我們所 所有的這些感官 還有那些情緒喜怒哀樂 這些都是 如果我們沒有生命的話 就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生命本身就是在享受這個 所以 到我漸漸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以後 我的作品的方向開始慢慢不一樣 是 因為我的視覺的關係 我在年輕的時候那個視覺是非常犀利的 我的視力很好 但是 等到年紀大的時候 視力開始衰退 然後我就開始看到 這個世界其實是有很多模糊的層次的 不是全部都那麼犀利 所以我把這個感覺直接表現到的作品裡面 以前的東西其實是有點硬編的 那個 甚至於 非常硬 然後 顏色非常跳 那我現在試著去玩 玩出來 我的視覺帶給我的另外一個愉悅的感覺 就 非常有空間的那個感覺 那這個圖其實 蠻大的 只是 在這裡 變得很小 沒有辦法看清楚 這個大概寬度有7公尺多 然後高度有2米3 這個小多 這個本來 大概只有130乘以90幾 那 這個 當我畫圖畫到後來 突然有 有一點 有一點感觸 就是 我的 這一生好像 所有的時間幾乎 都在那個畫幕前面 都是在畫幕前面 所以 我感覺到說 我的時間 就是在這些秘書裡面 那那個感覺就跟以前的那個 畫畫的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 我在 去年 前年的時候 突然想到說 以前的我的作品 全部都是為別人 為自己畫 那我突然想說 藝術家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 天 天生賦予的責任 是要去服務別人 那我在想說 我要怎麼樣去服務別人 如果說 等我很有錢 然後再把那個錢拿來做 做一些運用 我覺得太慢了 所以 我在想說 怎麼樣直接去跟別人 他人去直接 心 心對著心 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我用一種 半買半送的方式 讓別人 可以很快的就 擁有一張作品 那 我最希望的是 可能有一些人 他從來 連想都沒想過說 我用 一個很 很便宜的價格 可以收藏一張作品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 用肖像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藝術家跟收藏者之間 最短的距離 其實就是肖像 因為他可以很直接的看到說 我 看到他自己 然後 再經由他自己 再去 欣賞裡面 這個人 這位藝術家 幫他做了 一些 討玩的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 在網路上面 在Facebook上面 告訴大家說 我可以為大家做這件事情 然後 馬上有很多人 然後 我就開始做這件事 那到目前為止 到五月 我正式結束 就正式結束 那個肖像計畫的 這個 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其實是 在慢慢做的時候 突然想到 第二個階段的計畫 我是想找更多的藝術家 跟我一起 做這件事情 讓更多的人 可以 有一張屬於他自己的作品 可以放在家裡面欣賞 或許他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會想說 如果 如果 比較容易去欣賞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然後會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說藝術家為什麼會這樣做 然後他們創造出來的世界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再也不是說我們台灣人 常常會 藝術跟我完全不關 那他們真的是 喪失了 就是把自己隔絕掉一塊很豐富的那個 生命的那個殼 可 那目前我也找了大概 已經 私底下這樣子談 找了大概七八位的藝術家 大家也都蠻贊同這樣的做法 有一些是在 目前也是在畫廊圈裡面 就是在藝術市場裡面 是在販售的藝術家 那我們選擇肖像 就是剛剛這個肖像 也正是 大家迴避那個 畫廊的商業機制 那個市場機制 這樣就不會讓畫廊來干涉我們的 這個行動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說 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透過這些藝術家 然後 去看到說 我們這個世界 有多美好 然後 去想好的部分 然後做出正確的那個判斷 然後人跟人之間 希望可以那個 非常和平的相處 我現在來介紹一點那個 那個 在我那個肖像計畫的時候 遭遇的一些的那個 狀況 像 這個 目前這一張是 我在 頭一天的時候 剛剛有一張那個紅色的那一張 是 我比較早期的時候 在肖像計畫裡面畫的 它 那個時期我比較 還是完全用我自己的方式在畫圖 那 事實上那個方式 並不是 被一般很多人可以接受 他們通常會覺得說 太過於怪異 所以 事實上我在後來是慢慢 調整自己 讓自己可以適應大部分的人 然後 然後 事實上做這件事情 感受到的是 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 好像似乎是我要去 為別人做什麼事情 到後來 其實是 每一個人給我的 比我自己原來要給人家的更多 他們 就 變成說 分享了別人的故事 而且 我也變得比較 不會在那個 其實事實上在 一般來講 我是一個 蠻有那個的群恐懼症的人 然後 在經過這一番訓練以後 慢慢的 我也變得比較 可以跟 很多人講話 然後 比較愉悅在 這樣的狀況之下 一開始在做 這個計畫的時候 那個 事實上我是非常害怕 跟畫廊之間 產生一些問題 不過 我發現台灣的畫廊 對這個計畫 事實上也是還蠻贊同 我的前一個畫廊大驅使 在我一開始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馬上跟我說 如果 沒有地方可以展的話 那就 到他的畫廊去展 然後在 第一個月左右 還有 局員跟我現在簽約的印象畫廊 也找了一群人讓我畫 那這些 通通都產生那個 效應 再把其他人都再拉進來 所以事實上 去年這一年 我畫了大概差不多 三百八十八張 然後 非常感謝這些人 這些人對我的幫助 事實上每個人的故事 都非常有趣 像這一張是在 前一張 對不起 這一張 這一張 以這一張為例 其實事實上 我是在盡量 在畫圖的時候 不要用 不去使用同樣的招數 因為在我的圖裡面 其實在我以前的圖裡面 事實上是有很多的方式在畫圖 因為 我在畫圖 並不是在表達一個物體 而是 比較像是我在 玩繪畫 然後 玩繪畫的時候 會 用各種方式去試試看 去做出來 那個 對象是什麼樣子 做 好 麻煩 下一張 謝謝 然後就讓他走 然後下一張 就是 算是比較 中期的東西 這個時候 已經了解說 盡量去 盡量去畫到一些 慢慢的我可以理解 大家的要求是什麼 那之前 比較早期的時候 是 完全是自己 在玩 然後在 其實女孩子 女孩子跟 畫男人 其實蠻不一樣的 我自己的感觸是 女孩子會 希望 是 顏色是 盡量清淡 然後 光亮 男人的話 常常會 蠻無所謂的 這些事情 發現女人跟男人的個性 都不一樣 這是我 我的感知 跟 或許大家的 那個想法 會不太一樣 那 這是一對兄弟 他們 有同樣的耳朵 這是 這是 在局員的一位 員工 他在 在 那一天 全部工作完畢以後 他突然跑進來 說 是不是可以畫他 我們就說 OK 試著去做出來 最快 最簡單的線條 然後 留住我以後 再說 看要怎麼樣 但是後來也覺得 這樣也還不錯 就留下來 這樣子 在這一次計畫裡面 事實上蠻多 是整個家庭在拍 整個家庭在畫 像這個剛剛是 兒子跟父親 兒子跟父親 然後有的是 全家族 父母 兒女 然後祖父祖母 這樣子 全家 對這些人 我覺得是 覺得 甚至於是 去他們家裡面去畫 然後 感受到的是 他們全家的 氣氛 在以前 像這樣子去 接觸別人 其實是 根本就是不太可人的事情 那我是希望說 未來真的有一天 台灣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人 可以很欣賞 很容易去欣賞 某一些人創作出來的作品 然後透過這些作品 再去重新感受一次這個世界 OK 這個是我自己 謝謝大家